我觉得微博好像像一个就是投诉电话那种感觉就是你有什么心情不愉快的或者是不能够跟你公司面讲的或者是他像一个投诉电话似的我就觉得我我把它当做一个投诉的一个电话这样的我最常用的微博里的一个表情就是这个表情就是这个就笑的这个就是偷笑的这个表情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我夸别人一句 然后我放个偷笑的表情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真漂亮然后后面一个偷笑的然后就是你懂我意思了我觉得微博他他好像是一个是一个全球华人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公用的一个就是黄历似的就是谁都能找到就是就是真的是很小学的朋友就是都能够通过微博找到所以我觉得他像一个他的那个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很专业的一个全世界华人 那一个一个黄历的这么一个电话本或者是一个联络通讯录这样的秀精彩微博秀快乐生活让我们一起关注新浪微博大家好我是顾兵 谢谢大家